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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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可能只有40%或者50% 对吧 那么剩下来的股份给谁呢 剩下来的股份国内的私有企业 私营企业它也可以持有一部分股份 那么还有剩下来的一些股份的话呢 我们在座的各位都可以去投资 如果说我们经济日报搞一个叫做投资基金 去参与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 那么如果我的这个投资基金 在某一个企业里面持有的股份 比如说又到了10% 举个例子 那么我们就可以派出一个董事 就直接进入到国有这个企业的董事会 对吧 那么还有外资它也可以进来 也可以派一个董事 所以说最后的话呢 一个国有企业的董事会呢 它是由各种各样的投资者组成 对吧 那么如果说我们派了一个董事去 那我们就要关注说 这个企业到底能不能赚钱啊 对不对 它的用功是不是人太多了 是不是要解雇一些人呢 哦等等 所以这个混合所有制以后呢 导致国有企业未来的运营的方式 跟过去完全不一样 那过去的话呢 政府让这个国有企业投资 那他就去投资 对吧 政府跟这个国有企业讲说 你不能解雇工人 那么他就不敢解雇工人 但是混合所有制之下 政府让国有企业去做什么事情 这个混合所有制的企业 他可以不听政府的 理论上讲是这样啊 能不能做到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那么所以说 这就是说 国有企业未来就是通过资本控制 来控制企业 第二个呢 是混合所有制 那么这样的混合所有制之下 如果这个混合所有制是有效的话 我想 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 应该会提高 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革 那么当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提高的话 那整个中国经济的效率 也就会提高 所以这是一个就是改革呢 比我们预料的要好一些 第二个改革呢 就是跟这个相关的就是说叫价格改革 那么刚才汪博士也提到了 价格改革里面有很多 他几乎提到了所有的价格 包括我给大家几个例子 就是水啊 油啊 天然气啊 电力啊 交通 通讯 土地 然后还有利率啊 汇率啊 这些都是价格 这些价格的话呢 未来都要改革 那么他还生就说了一句话 就是凡是市场能够决定的价格 政府都政府都一律不干预 这话说的还是非常的 就是应该说是说的非常彻底 就是说 表明了一种决心 就是政府想要在价格干预的这个领域呢 尽量的缩小 那么超出我们预期的呢 就我想这里面提到一下 就是土地改革 比我们预期的要更加的具体 要更加的这个往前走了一步 那么土地改革它是怎么改呢 这个 土地改革里面呢 就是现在就是 其中改的一项就是这里面叫第一项 叫做 字比较长啊 叫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这里面首先是农村 那么中国的大陆农村的地呢 大家都知道都是集体所有的 对吧 集体所有的地里面呢 又分三种地 就是 就是一个是经营性建设用地 还有一个就是宅基地 宅基地就是农民这房子盖的那个地 对吧 还有剩下的就是农地 那么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这里面大概是多少呢 大概就是三十万平方公里 就是 对不起 三万平方公里 没有三少 对吧 三万平方公里是什么概念呢 城市的建设用地 也就只有四万平方公里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未来农民的这个三万多平方公里的 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 可以跟城市里面的四万多平方公里的 这个建设用地 同权同价 也就是说 农民可以直接把地买给开发商 农民可以直接把地 卖给我们在座的 如果你要去在那办个体验 办个医院 你就可以直接把地卖给你 所以说 那么这个三万多平方公里 这个本来卖地的收入是归地方政府的 对吧 那么未来这个收入呢 就要归农民 也就是说呢 农民就是收入会增加 开极玩笑话说呢 大家都知道 中国的土豪会增加的比较多一点 对吧 农民 有了钱以后 看他就有点像土豪 对吧 那么 但是 这个确实是对农民的收入增加 对未来的城市化 对农民的消费 能力的提高 都非常重要 对吧 所以说 这个改革呢 就是 还只是在很小的一个范围之内 因为 宅基地我们的面积 有更多 宅基地的面积就有13万平方公里 对吧 农民的住的面积有13万平方公里 经营性建设用地 刚才说改的只有3万平方公里 那么 整个农业的话呢 有656万平方公里 所以说 这个 这里面未来就是说 先是把经营性建设用地 这块市场化 那么下一步可能就是要 让农民的宅基地 就是你 我自己住的这块地 把房子连地一起卖 这个现在还没有 还不允许 但是我想这个可能是 未来的一个改革要做的 所以说这个土地改革呢 它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说 是政府让利的一种标志 对吧 本来是政府要把地拿过来 再去卖 那么未来农民就可以直接卖 那么 还有第三个改革呢 就是我在这里没有列出来 就是叫做负面清单 这个负面清单呢 原来是在上海自贸区做的 什么叫负面清单呢 负面清单就很简单 就是说 我在上面列出来的东西 你不能做之外 其他的都可以做 对吧 那么我们中国大陆 现在的呢 就叫正面清单 也就是说呢 它只有规定你能做的 你才能做 没有说的就不能 你就不能做 对吧 比如说 举个例子啊 大家比较容易理解 就是正面清单的话 比如说在中国大陆 它没有说你在中国不能开赌场 对吧 但是大家都知道 中国不能开赌场 为什么呢 因为政府没有说 你能够开赌场 所以你就不能开赌场 对吧 那么负面清单就反过来 它一定要说清楚 比如说在中国大陆 不能开赌场 如果他忘了写这一条的话 那么中国大陆 就可以开赌场 对吧 所以说负面清单 在很大程度上 就是把政府的权力呢 说得更清楚 那么 现在中国的话呢 有一万八千项 需要政府审批的 这个这是国务院秘书长说的 那么一万八千项的话 要多少人呢 大家可以算一下 可能就要养了很多的人 那未来这个负面清单的话呢 就要把这个政府审批这一项 大大的缩小 对吧 也就是说呢 把能够让市场自己决定 去做的事情 让市场去做 刚才汪博士也提到了 那么我们中国人 大家都知道 这个投机性比较强 对吧 凡是能赚钱的机会 他总是会抓住它 所以你可以想象呢 未来会有成千上万的企业 就是刚才汪博士也说了 你未来就一块钱 就可以注射一个企业 对吧 所以说你明年开始 企业的数量多得不得了 但是呢 真正成功的 如果一百家里面 能够成功一两家 也不错 所以说实际上是这样的 就是意味着 我们在座的各位 明年如果你有兴趣 到大陆去办企业 那就会容易很多 你要在负面清单之外 如果你能找到一个 赚钱的机会 你可以直接去 对吧 而且呢 资本金就一块钱就行 不像原来这样 最低的有三万 然后还有更多的 要什么几百万的要求 这个都没有 你注册了企业 你发现生意做得好 你再增加你的资本金 所以这个是 非常重要的一个改革 所以我就说呢 国有企业改革 土地制度改革 和政府改革 因为负面清单 相当于是 政府管理权的改革 如果我未来的 负面清单越来越短 那政府的权力 就越来越小 对吧 那么这就 刚才说 汪涛说的 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就真正可以发挥 所以说呢 这是三个 比较重要的改革 那还有一个改革 我想再提一下 因为跟在座的 也有关系 就是上海自贸区的 这个改革 对吧 上海自贸区 最近人民银行 刚出了一个政策 就叫资金流动的政策 别的东西 因为这个图 比较复杂 就别的东西都不重要 但是对我们香港 这个在座的投资者来讲 有一点就很重要 对吧 上海自贸区 你要在上海自贸区 开一个自由贸易账户 你在香港的钱 很容易就打到上海自贸区 对吧 但是呢 你上海自贸区的钱 要投资到大陆的话 它有一个条件 就是说你要在上海有个工作 那么 你又在上海 自贸区有个工作 在自贸区有一个账户 然后它一定的额度 就会让你投资 直接买挨股 或者买国内的债权 它有一个条件 就是说 在当地就业的 非本地居民 那么香港就算 非本地居民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 未来是一个开通一个 我们香港人 投资大陆的一个渠道 那么 从我们大陆人投资 要投资海外的话 限制还挺多 比如说我现在在香港 我香港的钱 挺拿到大陆 但是拿到自贸区 但我不能从自贸区拿到国内 对吧 而且我国内的钱 也不能拿到自贸区 这里面有很多的限制 但是呢 对于 非本地居民 你在这个 自贸区就业的话呢 又多了一个投资渠道 就相当于 放松了 我们现在大家知道的 QFID的额度 所以这是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改革 所以说呢 我们说的这些改革啊 我就举了几个例子 从根本上来讲 就说明一个什么呢 就说明我们政府 还是想要改革 就改革的方向 我们是非常正面的 那么为什么说 改革的方向正面呢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 缺的就是细节 对吧 我们现在需要知道两点 还要知道两点 一个 它的时间表是什么 对吧 时间表它现在说呢 从现在到2020年 要完成改革 完成重大的改革 所以还有七年时间 那么 但是明年干什么 现在还不清楚 所以这个星期呢 在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很快就会 希望啊 很快就会告诉我们说 我们明年要做什么 对吧 明年要做什么 现在这个 刚才也提到了 一胎政策明年 肯定就要放松 对吧 一胎政策放松以后 有多少人会受益呢 有三千万妇女 可以多生一个孩子 那如果每个人 都要生一个孩子的话呢 大概有三千万个孩子 在未来三五年 就会生出来 对吧 那我们估计的话 可能就一千万到两千万 因为不是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都想生 那么还有的话 你比如说明年的 它要有个新的 城市化的规划 城镇化的规划 那么城镇化的规划里面 未来户籍制度 到底怎么处理 对吧 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中国现在有 两亿六千万的农民工 最近清华大学 有个调查呢 百分之七十的人 都想在城市待下来 只有百分之六的人 说还想回家种地 那就年纪比较大的 想回家 大部分人都是想要 在城市居住 那么 百分之七十就两亿人口 对吧 他要居住下来 把他父母孩子都接过来 这一算 怎么加在一起 可能就有四亿人口 这四亿人口 如果在城市居住下来 他对基础设施 对房地产 对服务业的需求 那就是非常大 对吧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关注 这个户籍制度改革 再加上土地制度改革 刚才已经提到 那么还有一个财政体制改革 有可能在这个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出台 投资机会来讲 就是刚才的这个 我们汪博士也谈到 就是改革呢 他这个就觉得短期之内 就是一些痛苦的改革 可能往后推 那么一些 就是对经济增长 有帮助的改革 可能会提前 但是呢 我还有一个担心 就是说改革 总体上来讲 对经济可能 还是有负面的影响 那么我个人的看法 就很简单 改革就是一个痛苦的调整 对政府来讲 只有两个选择 一个就是短痛 还有一个是长痛 无痛的改革 是不存在的 对吧 那么我又要无痛的改革 又要有改革的红利 又改革能够达到一个 未来的增长的目标 这样的改革 如果有的话早就做完了 所以说呢 那么它的改革到底是 有痛还是无痛 现在从政府的角度来看 基本上它希望是无痛的改革 对吧 比如说明年GDP增长目标 可能还是要7.5 然后呢 就是同时又要推动改革 但是我就想 这里面就指出几点 就是即使改革还没有启动 我们的有些预期 就已经发生了变化 你比如说 第一个 国有企业改革刚才说了 对吧 那国有企业要改革的话呢 国有企业的投资 可能就会下降 对吧 很难相信 就是国有企业在改革的过程当中 还会有大规模的导致 因为改革带来很多不确定性 那么我这里面这个图 左边这个图呢 深颜色的柱子就是说 A股 国有企业 去年的资本支出的话 只增长了1.4% 那么 今年的数字 现在还不清楚 明年就是 会不会由于改革 导致国有企业的资本支出 出现负增长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 那么它负增长 就导致经济可能会荒满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刚才说到土地制度改革 对吧 尽管它影响的面比较小 但是中国的农民 大家都知道 我最近回去老家 我老家浙江了 我们那种农民都也很兴奋 说未来地价可以卖得高一点了 对吧 那么 尽管土地制度改革 什么时候还不知道 但是 明年地方政府去增地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农民的要价提高了 对吧 农民要价提高的结果是什么呢 地方政府卖地的收入就下降 净利润就下降 那么明年 看来这个 这点跟汪博士的看法 我们是一样的 明年基础设施投资 我认为就会放慢 那么 基础设施 是我们今年投资了一个 很重要的阻力 它又放慢 明年GDP增长 也有可能放慢 那么 这是第二点 还有第三点 第三点呢 就是 房地产 对吧 房地产的这个房产税 什么时候真不知道 我同意汪博士刚才说的 未来一两年都真不了 但是呢 一旦有房产税的预期 我们中国的房地产 中国大陆的房地产呢 就是跟香港学的 好也是跟香港学的 坏也是跟香港学的 对吧 那么 中国大陆没有房产税 香港也没有房产税 那么房产税 未来如果告诉你 两年以后 未来三年可能会增的话呢 就有可能影响到 现在投资者的行为 也就是说 买房子的人 可能会下降 那么 这个图 左边这个图呢 是房价 你可以看到 从06年到现在 今年这一次 是第三次房价上涨 上面 最上面这条线 是一二线城市 一线城市 就像北京上海 已经涨幅 就非常高 20%以上 那么 你右边这个图呢 就是房地产的成交量 房地产的成交量 你可以看到 最近 几个月 几乎是零增长 按照汪博士说的 20%以上的增长是对的 他是 把全年加起来 跟去年比是增长 20%以上 但是最近几个月 已经开始在放慢 那么如果说 明年由于大家担心房产税 买房子的人再少 那么不光是成交量会下降 连房价都有下降的可能 那如果这个事情发生 中国的GDP增长 就hold不住 对吧 所以说呢 我就说改革 尽管就是改革的顺序非常重要 刚才汪博士说的 我都同意 要先做一些对增长影响比较小的 怎么样 把对增长影响大的 尽量往后推 但是尽量往后推的话 并不是不改 只是我们要买一个时间 买一个时间来 这个推动改革 所以说呢 如果明年是7.5以上的GDP增长 7.5的GDP增长目标 如果我们的改革空间很小的话 那么对市场来讲 可能是不利的 所以说改革会有反复 这一点我想 我们一定要有个心理的准备 并不是说 从现在开始到2020年 所有的改革 一路顺风的全部完成 那有这样的好事的话 中国的牛市就开始了 但是我认为 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但是呢 还有一点也要强调一下 就是刚才汪博士也都提了 就是出口 如果明年出口是两位数增长 那么我们明年就有可能增长在7.5以上 改革又同时进行 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情况 我就是说呢 发达国家如果要 Bell out中国 如果要帮中国的忙的话 我就是说 明年欧洲 美国 他们都开始消费了 对吧 我们的出口两位数增长 我们GDP就有了 然后呢 政府可以腾出手来 做改革 这是一种可能性 但是这种可能性呢 有一点太理想化了 就是如果说 中国的运气那么好 如果中国未来三五年 出口增长都是两位数 那我们的改革 也有可能在 无痛的情况下完成 像打了麻药一样 大家都不知不觉 改革就完成了 我觉得这个想法 推格的to be true 就是不大可能 有那么顺利 那么 所以这个 总的结果呢 就下了 我们那就投资机会 在哪里呢 对吧 这个 我们在讲投资机会之前 还要讲一点 就是国内的资金成本 在提高 对吧 那么如果你要看 这里面 右边这个图 上面这条线是 一年期的 公司债的这个收益率 现在已经超过6% 今年上半年的话 只有4% 那么为什么资金成本 提高呢 就是因为我们国内的 投资效率太低 那么更多的资金 配置到了地方政府 和一部分的国有企业 他们的投资效率很低 当他们把占用了 信用资源的时候 剩下来的 给民营企业 给消费者的信贷资金 就很少 这就是我所谓的 挤出效应 就是由于要保国有企业 保地方政府的 这个投资需要 投资增长 挤出了民间的消费 和投资增长 那么这个如果 持续下去的话呢 中国的资金成本 一定是会保持在 比较高的位置 我现在判断 每年中国的资金成本 恐怕也就在 6%左右下不来 那么 这对在我们在做的 就有一个 也有个投资的建议 对吧 如果说你能 现在把钱拿到国内去 你买一个公司在 或者是说 买一些这个 固定收益类的产品 它的回报 可能也有6%左右 那么我们知道 在香港借钱的话 你要借港币的话 2%都不到 这是个套利的机会 那么 所以说短期之内呢 还是有很多的资金 流向大陆 这个主要的 就是有这个套利交易的 这个空间 那么从这个 GDP的预测来讲呢 就是因为刚才 汪博士讲 我就 也简单地讲一下 我们相对来讲 比瑞盈要稍微悲观一点 这个汪博士是预测 明年GDP7.8% 那么如果你要看 这里面 右边这一列 就是2014年 不同机构的 对GDP的预测 分歧非常大 乐观的说 GDP增长明年8%以上 悲观的呢 说明年不到7% 那么汪博士是7.8% 我们是7.3% 所以说 一个每个经济学家的 看法都不一样 那么这个说明了什么呢 就代表了 市场对很多不确定性 有不同的看法 对吧 那也许明年就是 可能就是7.8%或者8% 那么这里面 我们要想 它的原因是什么 是出口好了 还是我们国内的 投资增加了 那么如果说出口好 明年中国的股市 会更好 这点是可以 毫无疑问的 那么 从投资机会来讲的话呢 就是这个 我给大家介绍 三个投资主题 第一个投资主题呢 就是改革 对吧 刚才说了 改革会带来一些 什么样的不利影响呢 先给大家再总结一遍 第一个 国有企业的资本支出 可能会放慢 第二个 基础设施投资会放慢 第三个 房地上成交量 可能会下降 所以说 如果我们在做 还没买房子的 如果还要考虑去 大陆买房子的 你要 奠量一下这个问题 你可以考虑到 关键是location 位置是很重要 如果你能找到一个 好的位置 买了 说不定还有机会 但是在很多地方 特别是三四线城市 一定要稍微小心一些 所以这是一个 改革的 可能的就是说 能看到的一些 负面的影响 那么改革的 正面影响是什么呢 刚才已经说了 一胎政策 马上就要落定 对吧 一两千万的孩子 未来要出生 那么当然就是说 现在如果你还没有 买这些股票的话 有一点晚了 比如说玩具 奶粉 尿布 对吧 这些东西 那这个实际上 就两个月之前买的话 你一定挣了不少钱 对吧 那么这是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刚才说户籍制度改革 特别是城市化 这块改革 如果要推动的话 那么对房地产 也是有利的 但是房地产只是说 在人会增加的地方 房地产才会有利 对吧 你一定要买房子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 如果你这个城市 未来城市化之后 人会减少 那么这个地方 你千万不能去 所以说 这个是城市化 那么城市化以后呢 城市化的这个 正面影响的行业就很多 基础设施投资 也会有 还有刚才说房地产 农业 农业的规模也会扩大 还有就是服务业 包括教育 医疗 这些都是 跟城市化改革相关的 一些这个 这个有利的行业 那么改革还有一点 好处是什么呢 当大家都改革 有信心的时候 你这人就会变得 比较乐观 对吧 乐观以后呢 我们就英文里面 就是说 中国的股市 有一个叫做 sentiment normalization 就是你的情绪啊 本来你这人 坐在那儿很郁闷 对吧 突然有个人 给你讲了一个好消息 你觉得今天感觉不错 还是买点东西吧 对吧 那可能你就去买股票了 对吧 那么这个就是叫做 reveting 就是有一个估值的修复 对吧 那么什么样的行业的估值 会修复呢 我这里面有个很大的表 但是数字比较小 你不用着急 我跟你简单说一下 就是在中国的这个各个行业里面 跟全世界最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比 不跟美国欧洲比 跟新兴市场 我们这里面有印度 巴西 俄罗斯 什么这个拉美 还有什么东 这个东欧 跟这些国家的新兴市场来比 你就会发现呢 中国的行业里面 最便宜的行业是哪一个 我想 我可能不说 大家都知道 就是银行 对吧 银行的话呢 如果你要看 看PE来讲 看那个 这个forward PE来看 就从PE的这个估值来看 我们现在只有5.6倍 那么新兴市场的平均 除了俄罗斯之外 俄罗斯跟我们一样 5.6倍 俄罗斯是6万一个估值的 就不去讲它了 那么 除了俄罗斯之外 一般的新兴市场的银行的 这个估值呢 PE的话呢 都在这个10到12倍 对吧 那么 sendiment now 当你感觉 对中国经济未来有信心 你起码就 不太去担心 硬着落的问题的时候 银行就有一个 重新估值的可能 对吧 那么这个可能 我们说从现在的5.6倍 能不能重估到 比如说接近7倍 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 7倍跟10到12倍 还差很远 对吧 我们不是那种 特别乐观的那 但是稍微的重估一下 到7倍的话 银行的股价 至少可以涨20%以上 对吧 那么 大家会不会买银行呢 现在的基本的答案都是 不会 对吧 这是为什么银行那么便宜 对吧 大家都说会的时候 银行就已经涨上去了 但是 所以说这里面 我们就要对改革有一个判断 一个就是说 改革会不会真的发生 所以这个星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很重要 对吧 要有细节 那么第二个 改革的顺序到底是什么 对吧 因为对银行来讲 有些改革是利好 有些改革是利空 你比如说 存款利率市场化 对银行就是利空 所以说呢 如果说你觉得明年一定存款利率会市场化 那么完了 明年的银行肯定会 还是往价格会往下掉 但是反过来说 存款利率市场化往后推了一年两年的 对吧 反过来呢 还有说 比如说现在已经推出的优先股 对吧 比如说资产证件化 比如说地方财政的改革 导致大家对地方政府的债务不那么担心 那么银行就有个重固的可能 那么你可以考虑买银行 但是呢 我现在给大家再说一遍 现在大家都不喜欢银行 所以说谁先喜欢银行 那么也可能是对的 也可能是错的 但是我个人认为是银行有rewriting的 有那个估值修复的这种可能 所以这是跟改革相关 那么相对来讲 改革我对房地产相对就比较谨慎 因为刚才已经提到了 明年的房价 这个房地产的成交量可能会下降 对吧 还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新的反腐败的举措 对吧 最近中纪委在说呢 未来如果你这个官员要被提拔的话 有可能你这个官员 本人和他的家庭成员 都要公布财产 这个是还没有落地啊 只是他说了一个这种可能性 如果这个政策要落地的话呢 你就可以想象 如果我是个副市长 要给我提拔当市长 我去不去呢 对吧 那我就要考虑说 我要不要公布我的财产呢 这个问题就比较纠结 对吧 所以大家 未来有提拔可能的这些官员的话 他可能要想办法处理一些房地产 对吧 直到他能够公布的这个程度 那么这样的话呢 对房地产价格 可能会带来一些压力 所以我对房地产呢 我是叫neutral 当时呢 是中性的啊 但是也有一点就是 如果城市化 推动得非常快 对吧 那么沿海 一二线城市 房地产还是有机会 所以说这个改革的顺序 也非常重要 我们一定要知道 你要买房地产的时候 你是为了什么去买房地产 对吧 你买银行的时候 你为了什么去买银行 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了 你自己同意 我就想赌一把 那就去 对吧 这就是改革的这个影响 那么改革对消费 这个刚才汪博士也说了 对消费对服务业 总体来讲都是非常有利的 那么服务业里面呢 我也要提一下就是 一个就是金融服务业 金融服务业里面 特别是券商和保险公司 那么我们现在的感觉呢 市场对券商 大家非常喜欢 券商就比如说 中心证券啊 海通证券国际啊 对吧 这些券商 现在大家持有的就比较多 为什么大家喜欢券商呢 一个大家知道 IPO已经开砸了 对吧 这个券商是收益的 那么还有未来的话呢 如果说是优先股 那也要券商去发 对吧 还有未来一个理财的概念 很多券商 它又可以有一个理财的概念 所以说呢 券商大家现在是最喜欢的 金融这个行业之一 但是呢 因为比较拥挤 因为大家都喜欢 就比较贵了 对吧 还有一个保险呢 就是最近两三周 才开始大家比较喜欢 所以我觉得保险这块的潜力 比券商还是要大 我也喜欢券商 也喜欢保险 银行的话呢 我是叫做 slightly overweight 就是说稍微 这个这个高配一点 但是呢 每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不一样 对吧 如果你特别担心 这个存款率的市场化的话 那你就要小心 但是呢 有一点就告诉你 大家都没有买的地方呢 相对来讲是比较安全 大家都去买的地方呢 相对来讲是比较 风险比较高的 这是第一个投资主题 就是改革 第二个投资主题就叫 整合 consolidation 就是为什么整合很重要呢 整合呢 就是 随着就是我们改革的推进 对吧 经济正常速度可能会比较慢 七到八之间 那么我们产能过剩 还是很多 我们现在很多的行业 都是产能过剩 所以说 未来不可避免的 要淘汰一批企业 那么 只有到这批企业淘汰之后 剩下来的企业才能活得好 才能长得大 这就是叫整合 那么 所以我们要找一些行业呢 它整合的已经比较彻底 所以我们这里面 列了一下我们的分析师呢 把不同的这个行业 它的整合分三个阶段 初期 早 中期 和晚期 那么我们当然比较喜欢 就是整合处在晚期的那些阶段 的那些企业 那么剩下来的这些企业呢 它的市场份额在扩大 它有定价能力 对吧 那么 什么样的行业 现在整合的比较好呢 我们现在在来能够看到的一个 比如说液态奶 比如说尿布 比如说造纸 还有一部分的家电 这些行业 现在看来整合的还不错 那么随着时间的变化 如果继续整合 那么投资机会就显现出来了 这就是一个整合的主题 那像钢铁 对吧 像那个 很多的行业 比如说像房地产 那么都处在整合的初期 整合的初期就是说 就有点像冰荒麻烂的感觉 竞争非常激烈 对吧 谁也没有定价权 那么未来只有可能 这个盈利可能会继续下降 所以说这是第二个值得关注的主题 那么改革的话呢 会导致 就包括比如说价格改革 利率改革 就会加快整合的这个进程 最后一个我想谈一下的 就是叫创新 我的明年就是 这几个主题不光是明年 明年到以后几年的投资主题 一个是改革 第二个是整合 第三个是创新 那么中国的创新非常重要 我想我们在座的可能也都知道 我就想给你看的就是 这里面左边这个图 左边这个图呢 你如果看左边的两列的话呢 左边这一列叫做贸易部门 主要是制造业的 生产力的增长速度 那么中间这一列的话呢 是非贸易部门 是服务业的增长速度 深蓝色的是01年到05年的增长速度 淡蓝色的是06到10年的增长速度 这是HKMI的一个估计 那么你可以发现呢 随着时间的变化 我们的生产力的增长速度在下降 这主要是因为我们投资效率在下降 但是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中国的改革未来是要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 那么从制造业转向中间的服务业的这个过程 是我们生产力的损失的过程 OK 那么这个就需要靠什么呢 要靠创新 要靠改革来提高服务业的生产率 如果我们不能提高服务业的生产率 中国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 中国就会掉入到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对吧 就像有的人说的所谓的拉美化 也就是说呢 我们掉到这个陷阱里面再也出不来了 那过去30年的增长 从此可能就打住 所以说创新这块显得非常重要 那么创新的里面 哪一些行业就是说 最有能力创新 我们现在列出了几个行业 很有意思的是 第一个服装行 就不是 纺织行业 创新 就是生产率在提高 在改进 这个主要是跟人工成本提高以后 机械化自动化的提高 有关系 所以说 第一个是纺织行业 第二个呢 是造制行业 第三个呢 是这个交通设备 交通机械 就是这个跟高铁可能有关系 还有第四个的话呢 是IT 就是跟那个通讯设备 这几个行业来讲 相对他们的那个生产率的改进 随着时间的变化 它不但没有下降 反而再提高 那么这些行业 如果你要从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来考虑 那它未来可能会给你带一个比较可靠的回报 所以说 我的今天呢 在这里面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要的看法就是呢 我们对改革的方向 还是很有信心的 但是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 改革的时间表和改革的细节 那么如果改革第一年 让市场 这个提振 能够提振市场的信心 我们现在觉得 明年股市 股指来讲 上升20%的可能性 从现在的水平下 上升20%的可能性 是存在的 那么不同的行业之间呢 我们大家要有一个仔细的斟酌考虑 那么当改革的细节出来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知道哪些行业会真正的成为赢家 但是呢 到那个时候再投资的话呢 就有点晚了 对吧 所以说 这个投资就是在这 你要有个提前量 那么比如说 刚才大家 现在大家都不敢买银行 你要不要买 这个今天大家回去就可以考虑一下 对吧 如果觉得不买 那就不要去想这个问题了 对吧 所以说呢 投资我觉得 如果说中国未来的改革 我们刚才提到的 包括汪博士讲到的这些改革 都能够推动 到2020年 重大改革都能完成的话 我相信 中国就可能是一个全新的中国 不是大家现在看到的 这样的一个中国 那么 抓住这样一个投资机会 不光对我们香港人 对我自己 对我们所有的大陆的人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 那么我们要有怀疑 要有担心 要有 要有这个 要有质疑 要有挑战 对吧 但是呢 我们也不要 轻易的就放过 这样的一个投资机会 我就说这么多 谢谢大家